第七十一集 饭馆的后院 是一些用竹子做好的竹屋 很漂亮 我们今晚上就睡在里面 院子中也种满了竹子树 望着树林深处茫茫黑色 让人觉得里头充满了神秘 在竹屋里头睡着一晚 并不舒服 因为这儿空气湿度大 总感觉凉凉的不舒服 第二天被唐师傅叫起的时候 还浑浑噩噩不愿起床 吃过早饭之后 望叔就已经准备好了东西 在门口等我们了 结了账 我们就一块朝着后山走去 望叔告诉我们 前面有旅游景区 是封闭的进不去 咱们得绕过景区 才能到达野生竹林区 但是一定得切记 千万不能被景区工作人员发现 要不然是要掏罚款的 走了不久之后 进入了密密麻麻的竹林 地上全是枯黄的竹叶 踩在上面好像一张软绵绵的毯子 很舒服 王叔提醒我们 一定小心地面 因为这里竹林的蛇很多 伪装技能也高 稍不注意 就会被咬 除了脚下 身旁的竹子上也潜藏着危险 因为这里会有一些绿色的虫子 有米粒那么大 叫绿腰子 钱藏在数米高的竹叶上 一旦他们嗅到人的气味 就会落下来 然后叮咬人的皮肤 虽然没有生命威胁 但会让人在被咬的地方欺养男人 并且持续时间相当长 今天这天不是很好 有雾 前面的竹林朦朦胧胧看不大清 颇有一种仙境的感觉 王叔在前面带路 他的手中有一根两米长的竹条 一边走 一边朝着前面的竹叶敲打着 说这样可以提前探测到竹叶下的蛇 以免被咬 而我们几个人 是第一次来到这竹林 见到这么庞大的规模的竹海 心中有些按捺不住 抬头 往往头顶密不透风的竹叶 还会有一丝压抑的感觉 这不是一种舒服的感觉 没有走多久之后 就有一条石头冰城的小路 小路的那边是铁丝网 王叔说这儿就是景区了 咱们得绕道走 说着就带着我们朝着另一边走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也越来越深入竹林深处 大概是之前王叔说过不要喧哗 以免被人发现 所以我们这一路都没人说话 侯儿心里激动的时候 也只是在耳边悄悄思雨 就这样 一直走了两个多小时 王叔才停下来看了看 说差不多这里已经远离景区 不会有人发现了 这下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各自分散开来 这边看看那边摸摸 都是一脸的兴奋似 就在大家忙着琢磨竹林的秘密时 童谣忽然大叫一声 说有蛇然后赶紧就跑了出来 王叔赶忙拿着竹棍过去 等我们过去的时候 才发现一根竹子上 盘着一条艳绿色的蛇 蛇头是三角状 应该是毒蛇 果然 王叔让大家退后 说这是一条竹叶经 有毒 那蛇似乎也觉得 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打搅了他的休息 吐着镜子昂着头 一动不动地盯着王叔 王叔笑了笑 说甭怕 然后用竹棍伸了过去 挑蛇的脖子 蛇的脑袋前后晃了几下 大概也觉得距离有点远 不适合攻击 所以慢慢顺着竹子爬下去 然后钻进地下的竹叶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访订阅 散发 打赏 散丝 选择 辛募 mystery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